花生蕩飯食 我們最積極 hkpnut.com 我是鍾薯筋 大世界 像舞台 我也可 暢遊異國 風景漢像至今心 為何在宇宙外獨行 花生蕩 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 也風流 回來了 剛才聽完人說 其實都很難取捨 你說地貌那麼豐富 其實馬島沒有什麼 沒有大型動物 沒有極光體 沒有獅子 沒有牆頸 沒有冰川看 但是你什麼都有 一次過滿足了N的願望 瓊魚也有 海豚也有 但是你剛才說的 你自己說的行程 我相信都是很經常的行程 你是由首都叫Tenner 然後一直下來 我在考慮你作為一個普通人 會不會像你那樣 因為你整個行程都去了10天 12天 如果我是比較緊湊一點 我只是去Tenner 反而直上去Lucy B 又行不行呢 其實有些人就直接去Lucy B 剛才說的有森林國家公園 又有戶口體 Lucy B那裡就麻煩了 因為你怎樣都要坐在情內陸機 其實你可以去米蘭那一架機 因為米蘭Milano 就有一架飛機過去 直去Lucy B 直去Lucy B 直去Lucy B就不經受到的 這樣 你就不用坐那一架 比如說明年大陸也會有 可能是北京 或者不是北京還是廣州 他們就說會有一架直航機 由當地去Lucy B 可能是廣州的 如果你是廣州的話 就不會相當方便 以後的行程組合 可能就是 但是Lucy B去Tenner 那架機票會不會都… 都要2000元 都要2000元 真的要想一想 但是便宜 住和吃住便宜 對吃住便宜 我覺得 因為有些地方都沒有去的 Lucy B 例如Lucy B對面岸 就是回到大島 那邊其實你會看到 一些很美麗的莊園 即是莊園 剛才說過有八成的雲尼納 都是在麥加斯間 如果你想看看雲尼納怎麼種出來 或者那些香料怎麼種出來 那你可以去到 Lucy B對面岸那邊 所以其實 只是Lucy B玩一個星期 都可以的 我覺得是 即是說你玩十天 其實都可以的 我覺得是 如果你說個人想遊閒一些 或者享受多些沙灘 或者乾脆吃海鮮 因為去到那裡 我們真的 餐餐都是吃海鮮的 那裡的豉頭旁很好 譬如我們走進去那些木棚搭的海鮮屋 然後他直接會拿給你看 今天有什麼海鮮好吃 那直接就說 你想不想試味 然後把蟹放在你的口裡 你是不用錢的 或者把龍蝦放在你口裡 然後說 你是不是要試海膽 開三個給你 不用錢的 他就會抱著你 哎呀好久沒見了 這樣我們開三個海膽吃了 讓你試一試 好棒啊 你去到西貢你怎麼能夠想像到這樣的情況出現 不要說那麼多了 給幾隻山蠔一人一隻吃了 這些純粹叫試食 真的就是試食 但這些試食很慷慨 對他們來說 其實海膽也不是很貴的 例如我們吃一碟那些 例如一扒山的海膽 你想想吧 如果我們去板前壽司 我們吃海膽壽司 上面海膽可能已經等於你剛才說的 試食的份量 是啊 但是如果我們在板前壽司 吃那個試食的份量的海膽 已經可能要三十元了 現在一碟一搭是說二十元港幣 是嗎 其實基本上是 我都說其實你要用錢是很困難 因為所有東西都好像 都相當便宜 而且他的東西 他會比最好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毫不保留的 毫不保留 他會覺得他很想和你分享 例如我朋友是女孩子 他真的一看一看 因為他那時一見到我 例如見到我們 馬上會親臉 好像法國人一樣 我親左親右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親左跟右 原來要親第三下 他就看著我嘴巴 哈哈 如果他們有很多這些很法國的文化 這些熱情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而且你回到非洲大陸的大島 這些和你會看到各式不同的族群 其實有些些異形 有些差異 也會看到的樣子很不同 衣服 或者吃東西也很不同 對呀 你這樣說 因為我之前留意過你 說回來 Tenna島的手工藝是非常精美的 對呀 我都覺得港女 我們差不多買到沒有飛機 有什麼買 其實很簡單 他買的東西 就是他所有東西都是色彩 是七彩 你想想試一下 可能他用一隻紅色 他會把藤染了顏色 紅色、藍色、黃色 他會做成一隻藤碟 藤籃 一隻紅色 紅色有五隻 不同的尺寸 然後你想想 可能由10cm大到30cm大 然後你可以混合 我想要一隻紫色的紅色藤籃 然後要20cm紅色的藤籃 然後你可以拿了一套七彩 而不同大色的藤籃 每一隻藤籃是五至十元的港幣 你想想 我買很多都不用一百元 上面是瘦了花 可能瘦了一些葉 瘦了一些花 除了底是瘦了紅色 邊邊是瘦了藍色配白色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手工藝 是通花的毛巾 我們稱為桌布 這張好像我們現在直播室 這張差不多一米成一米的桌布 是賣一百元 但上面是七彩通花 全部用人手 是否真的好 它是甚麼技術 刺繡 它們真的用一些最傳統的 如果你有去印度 用紡織機織桌布 用紡織機織子 你會看著它 比如那些女士有無聊 在她織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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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 在拿手機織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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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模糊的紡織機織 我們能看得到它 還有它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我剛才有張相片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其中一張相片會看得到 他會很喜歡用一些藤 例如他們特色的戶口 可能是首張這麼大 是賣兩元一個 這麼便宜 為什麼賣到這麼不值 因為他們手工是完全不值錢 他們會拿一些染了顏色的七彩的藤 然後做成一棵麵包樹 那些胖的戶口就會放在麵包樹上 一棵麵包樹 連這兩棵戶口就賣10元港幣 可能一隻手掌這麼大 整個公仔會覺得便宜得很厲害 很多女士很喜歡 一定是買袋子 藤袋子 布袋子 全部都是刺繡 是人手做的刺繡 但你這裏拍照 還沒拍到刺繡嗎 下次我會給大家看看 他們的刺繡 如何漂亮 因為我覺得去到那裏是完全… 譬如有些朋友喜歡樂器 有名鼓 吉他 當地傳統樂器 其實他們賣20-30元而已 或者一對 可能B女可能不太喜歡 但譬如皮鞋 真皮 牛皮的皮鞋 其實70元左右 是染了不同的顏色 是手做的 我的朋友剛剛沒完西班牙回來 他說在西班牙都很便宜 都是要200多元一隊 他說在這裏70元一隊 但他手工是做得相當精細 我覺得他很方便購物 在首都去機場的一條路 中間就有一個差不多有四十幾五十檔的手工藝品市場 你就可以在那裏瘋狂地購買 那種叫什麼名字 他也是叫做手信市場 我可以補名給你 他叫做手工藝市場 Hanker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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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 你會看到樂器 他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例如棋 因為以前法國統治有些棋 或者法國人很喜歡玩的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彈波子 噢 那些彈波子 他用的很漂亮的石製 例如衣服也有 傳統服裝 全部每一件東西 基本上都不會超過100元 不是吧 不過可能那邊的物價 一向都是低低 他一向很便宜 而且如果你有興趣 喜歡木雕 例如他有一些很漂亮的木盒 例如他很有趣的 就是他有一些機關的鎖 用木自己整成 例如裡面全部丟了一些戶口 丟了一些深藍的公仔 一個很大 例如說30x10x20c 這麼大的木盒 那間50元港幣 例如你拿來做化妝盒 是很好的 所以我會覺得另一件 我自己可以拿給大家看看 就是我家裡有賣 我也很喜歡 我自己有賣到 就是他會拿汽水罐 拿汽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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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一輛人力車 做成一輛老爺車 然後他用那些水罐 拿汽水罐 拿汽水罐 其實他也是很懂得 做成一輛老爺車 例如他用過的魚絲 這些就是外國人 來做一些蛇棋 很搞笑 他有些蛇棋 例如他會做一些手工藝 但蛇棋的東西賣不出去 為什麼 原來因為他主要來教他的人 是法國人 但是遊客不懂法文 所以那些東西全部放在Facebook 不過是用法文的Facebook 所以搞到那些東西賣不出去 有些市場 對 我們經常說 如果有些人懂英文 又懂法文 就可以幫助他們 可以脫貧 把這麼漂亮的手藝賣出去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你在裡面 所有你想得出的手工藝都會有 很仔細 所有東西是相當相當便宜 我覺得如果大家 你很強調便宜 真的 因為你去 對 原人說得出口 真的很便宜 我也覺得很便宜 我覺得 其中一個跟他相比的 就是玻利維亞 或者去遼國 如果有人去過老窩 遼國 你會知道這兩個國家 很便宜 譬如我們吃一碟飯 在玻利維亞 整個南美洲最便宜 說的是百元雞 一個飯連菜 老窩也是差不多的價錢 但是 譬如去到馬達加斯加 五元便可以買到 一碟飯 是養肉飯 很好吃 還有他手工 譬如去到頸巾 老窩 或者玻利維亞 但是他說到 手藝方面 跟馬達加斯加 沒有得比 馬達加斯加 手藝方面 完全比他們 因為馬達加斯加 他們有不同的地形 所以裡面有木頭 類似絲 麵 所以有不同的物料 所以他們也很接受到 歐洲的教育 令他們那些人很仔細 而且他們跟其他國家 很多發展的國家不同 他們完全不是 很細心 這真是很難得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們覺得非洲這些國家 那些人比較陽光氣重 這些這麼精緻的手工藝 我們可能會期待在日本 或者歐洲的國家裡找到 很難期望 在這些原始 第三世界的賭國可以找到 因為其實他們自己的國家 歷史也挺有長 當然不是很長 但是大概三百多年 統一了國家之後 但譬如他們去回 我們會說一下 建築 古城 所以你會看到 相當好 相當日靈 所以你某程度上 反映在手衛的製作上面 所以我覺得 所以他是一個 我對我來說 是一個喜歡買東西的人 是一個完美 是 因為我朋友說 其實他自己 整家家裡 都是用古董傢似 他說來到這裡 他都覺得他家裡 古董傢似應該要更換 哇 因為他去到西藏 拿一萬多元 買了木櫃 那些 他後來說 木櫃直升到 現在是七百萬的 因為現在大陸很流行 他買回來的時候是多少錢 一萬多元 現在是七至八萬 不是七至八萬而已 哦 就是升成了七倍 他會幾倍幾倍買那些 比買股票好 幾倍幾倍買那些 當然他是十幾年前買下 買很多很漂亮的 但去到馬人加斯加 他都說 我們都可以換了東西 因為他覺得 木質也相當好 所以你會在那裡很開心 我們說行山 你也提過 你之前去過 什麼國家公園 很難讀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原住文化 這個好像是法文 可能是法文 其實他在中部是一個這樣的公園 其實這個國家公園 就是他國家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景點 那他是跟著公路下去 我們都是跟著公路 在公路旁邊 其實這個國家公園 我們沒有走到最近一條 他最近一條 其實就要登上馬達加斯第二的高峰 叫做peat body 那個peat body 好像是2000多 不算很高 但我們就沒有 我們就繞著草原走 那你會覺得 其實那個山 其實我們都走到很高 真的很高 我們走了超過7個小時 我們說很容易走 如果你走到征服的第二高峰 要走兩天 要在上面睡 那我們就沒有了 我們要走個容易走一點 他多高 其實他都是海拔高的 因為他們其中一個特點 其實都有點高遠 因為我們說飛車很冷 飛車很熱 其實不是的 馬達加斯加是很冷的 因為海拔超過1000 所以去到那裡 風流大 海拔超過1000 其實是很冷的 只有15-16度 當然有太陽的話 秋風送上 是相當舒服的 比如他們這個山什麼特別呢 其實他們有很多瀑布 他們其實是一個高原來的 你走到上去 因為我們那時候走的時候 剛剛是七八月 剛剛天氣冷 整個山就轉了 比如它都是金黃色的 比如我們去到香港看大通山 我們很喜歡看金黃色 你去到那裡 你就看到周圍都是金色的 因為他們的陽光射在草上 如果你看照片 也不關金秋事 本身已經是 太陽很漂亮 加上草變金色 還有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比如我們有時候看照片 都是一片綠色的 但是剛剛我們那個季節 在七八月的時候 其實是近去秋天 因為海拔比較高 他們就會有些紅色的樹 我常常看到月亮 這個可能他們剛剛那段時間 近尺度 對 所以你會看到金色的草 加上紅色的 就是一片紅色的季葉 是相當相當漂亮的 當然我們說秋色 如果是秋色比 當然是冰島 還是分難一點 再漂亮一點 但是你會看到另一個景色 即是你想像不到 在非洲會看到秋色 對 想像不到會有處 你會走的時候 但有時候它還會看到雲海 這個也是我人生之中 看到最漂亮的其中三個景色 就是我們其中一張照片 就是你會看到一個雲海 因為它要走七八個小時 很早起床 我們剛剛那一天 他們剛剛那些雲就出來 那些雲就包圍了整個村莊 那些村莊 剛才說 剛剛日出動日初升 有些金剛纖綫 那些雲剛剛升上來 你會看到那些雲 中間也會透了那個森林 那些雲好像一個雲海 加上在金剛底下 你會看到一片都是金色 那些雲我見過最漂亮的 還有那些山 其實那些山很有趣 它跟我們的山不同 它就好像手指一樣 是的 是尖的 它是圓形的 一條圓柱圓柱 很有趣 你想想像我們西遊記的五指山 其實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你去過行黃竹角咀 就是這個我們經常行藍經常尖 他另一邊 就是他下來的那個長咀那邊 你知道哪個黃竹角咀嗎 好像我經過 有一個好像手掌一樣的石頭 那個形態也很像 是的 但他們那個規模就是大十倍 或者八倍 當然 他全都是一些手指形的山 所以你會看到 例如你想想山形很特別 例如一片雲海 加上剛剛升上來的太陽 那張照片我記得 我放上去的時候 好像有四五百個讚 是嗎 找回 那張照片是 然後那些人說 為什麼拍到這麼漂亮 好像神 是的 然後我都認為 我見過其中一個最漂亮的景色 所以我去到馬倫加星 你真的想像不到 我們其實完全是想不到 你會看到的 那樣子我們找到沒有 我找一下 四百多個讚 是的 那張照片是 一向你的貼文都很多個讚 但最多都是幫人百多 但那個是 真的 你的讚多個容顏 大哥 我們有時會試 譬如你會看到 譬如你會穿 而且你可以是 它很有趣的 你走到公園 那些路是極差的 它所有的車是要走過木橋 但那些木橋永遠都是爛的 所以你經常怕車會掉下去 然後司機就推你下去 你自己走過去 然後你自己走過去 因為怕太多人 這條橋會倒塌 其實也挺危險的 因為他們說他們的國家是老的 一位差 所以譬如當日 因為當地人 譬如他很有趣 很喜歡用頭頂著一些東西 你想想 在雲巷之中 有些少女 用頭頂著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在橋底 很奇異 你給我那個歌 到歷史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在橋底看上去 拿頭頂著 這是南美洲人很喜歡做的事 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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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 我又要提 這張真的可以獲獎 這張真是直出來的 那個層次感很豐富 因為你會看到雲在村莊 可以看到村莊 剛剛可以透出來 其實我真的隨便拿一張記憶 好漂亮 你記得給我拿來做feture picture 加回你的instagram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 所以我覺得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相當好 那譬如你一邊走上去 那譬如你一邊走上去 其實最美的那一刻 就是這個景 之後走的其實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你走上去就會遠著河走 那譬如那些河 是很清的 因為我們說馬來加斯加 其實都挺不幸的 馬來加斯加 因為他們自從那些法國人走了之後 基本上所有工廠都關了 所以他們是沒有污染的 因為這個國家是沒有工業的 因為是沒有工業的 嗯 他們說其實在Lucy B 以前也有一間罐頭乳廠 連罐頭乳廠都收拾了 因為那個國家… 因為其實政府實在太差了 我待會也可以說一下 怎樣差 另一個關於保育人士的 我訪問了一個保育的博士 他有一個保育員的 怎樣差化 所以他沒有污染的 所以走上去 你會看到在河裡 那些河就像我們看海一樣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海草 是透明的那些水 是透明的 然後你會看到海草的水 就在那些海草飄一下飄一下 很漂亮 你也可以脫衣服跳到游泳 他就說這就是我們的游泳 因為我們當時只有15、16度 我們就沒有游泳 但你會看到水是很乾淨 直接喝就可以了 我們慢慢就在平原上走 繞著山 你會看到剛才說 山谷那樣 金黃色的草也很漂亮 在逛走走走走走 是另一個景點 他很有趣 它完全不同 如果走走走去高原之後 你就會看到真的像石林 就是你會看到全部都是貝蕣 完全是沒有草 完全沒有草 然後那些奇形怪石 那個情況像是 黃山也有這些 類似黃山那些 奇石 你就會好像在一個石林 阿B你也知道你去過 你就會好像在一個石林穿過去 我們覺得好像去到火星情況 你也知道火星是怎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看 因為你看過那套什麼鬼夜戲 是啊 看過麥迪文那套 所以每次說火星就說麥迪文 我就自己也扮麥迪文 然後好像去到火星一樣 也是奇形怪石 石頭很神奇 因為你突然穿過高原就去了奇石林 然後我們慢慢爬過山 然後最後的景點是甚麼呢 就是你看到一望無際的草原 那時候你就會看到日落 你就知道就糟糕了 因為我們在日出的時候去 日落的時候還沒走回車 所以在日落前要讓不是戀愛終結 是要讓行程終結 但是他的日落應該也挺晚的 不是的 我們當時去都是近秋天 所以他五時半就一落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虧 因為我們虧的意思是你玩的時間不多 但當然你看到的東西 你看到紅色的草 你拍照真的是一流 如果這樣說的話 真的是 我想問一下 你去這個山 其實你自己訂定一些酒店還是環社 其實很簡單的 比如我們因為我們包了一輛車 你躺在車的車裡 不是 我們要住酒店 我們跟路人說 我們想去ABCD行程 去幾個國家公園 然後他就跟我們安排 所以我們那三千多元 我只是二千多元 就是他包了門票 包了導遊 包了車 其實這個local tour 其實你去到馬勒加斯加 全程已經有人幫你包起來了 但你包團是包多少人 包十一天 其實我們去到Lucy B就是另一個團 但會不會是這個團跟你接客回來的 對 都是接客回來的 其實你整個團是在香港找一個代辦 還是你好像之前說 馬島領事館跟你很朋友 不是 馬島領事館她經常告訴我 你一定會肚痛 他嚇我了 他還沒去簽證 你為何嚇我 有沒有叫你打針 中國人是香港人 他跟我說 我要不要去打針 我說不用了 打針沒用的 一定會餓的 我剛拿完簽證 他就嚇我了 那你有沒有遇到 自己也沒事 因為你吃的東西都靜怒 你不會很像去埃塞爾比亞吃的 臭酸味的草餅 不會的 不會的 他們吃的東西都是燉肉 燒烤 他們燒烤的 他們的肉很甜 因為全部都是有機的 豬肉那些 菜也是很甜 他們是吃飯的 但他們的飯就會生一點 像印度米一樣 有一點像 但你會吃到飯的香味 因為他們真的有機的 所有東西都是 所以我覺得你所有東西都是很好 剛才我們說的國家公園 那些 你行山也可以去行山 那好吧 今天非常豐富 我們已經爆了鐘了 說真的 如果去馬島 去到你那樣便宜 那應該怎樣安排呢 其實很簡單 你找到一間好的旅行社 也是找到一間好的旅行社 它要幫你搞定 什麼旅行社 是不是雙屬的 當地旅行社 我們當時都是逐間 你是否上網找呢 上網找的 我們逐間逐間 其實他們進去 即是你上網格格 是的 是的 他們的人做事都很快 例如他們是逐間做格格 有些人會覺得有誠意一點 有些人會給你什麼建議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行程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跟著去 也可以 我覺得你去到其實基本上 很容易是五星級的團 因為你去到就有輛車來接你 然後你唱了錢 你三千元 即是包車 包食 包住 就不算你說那輛內陸機 還有那個國際航班 香港飛過去 所以是很大的 而且你會覺得是完全不辛苦的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香港 你自己本身在香港使用 都可能要三千元 是的 一定的 而且是便宜過你去大陸很多的 是的 真的 所以我都覺得你基本上想要到的東西 比如澳洲的海 你會看到 比如馬爾代夫的海 你會看到 或者行山 你基本上都是一個國際 這個行山景點已經是國際級了 是的 唯一可能有一點 比如剛才說的湯姆 或者你會看到 那些你是免費的 我覺得都是掌知識的 因為你會看到這個世界可以有多差 而且人有多好 政府有多差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是香港旅行團辦 其實你猜要多少錢 聽回來都起碼兩萬多元 坐底兩萬 但是你剛才計算 你說你開了機票三千元 然後內陸機 總共不得盲用 對 起碼便宜了五千元 至碼便宜了一萬元 當然我建議大家 因為他們的路很差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去第二次 比如說麵包樹那些國家公園 我們從一棵多小的麵包樹拍照 那些很漂亮的麵包樹我們都沒有看到 那些麵包樹 你說就說麵包樹 但是我看起來 像人心多些 對 那些是肥豬 我們說好像肥了的一棵樹 樹根就漲大了 所以其實影響很低 或者這樣說 就算不像人心 也好像一個拔出來的蘿蔔 然後你反過來 根就在上面 這個樹幹就很像這個蘿蔔 總之它們是很特色的 總之你見到麵包樹和戶口 就一定知道你來了 嘩 正啊 所以如果你說趁它 還沒開發的時候 對 那就早點去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回來 其實除了非洲之外 其實我們也要錄一些罐頭 你說說埃挫比亞也好 你可以看看 我們也有一個名單 你們看看想去哪裡 好 下個星期回來